车子刚开到隧道口就看到男子躺在路边满身是伤 当时南宁电台女主播姚玉和她的朋友立刻停下车下去帮忙 姚主播和医生朋友不仅帮男子做简单的包扎 还陪着等救护车来 但没想到这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明明是好心救人却被反咬一口 还好有行车记录器录下男子的夸张行径 大陆所谓的碰瓷事件也就是假撞车假摔事件频传 演变成不少人都对意外宁愿束手旁观 之前还曾有老人倒过水中人来人往经过三分钟 才有人把他扶起但已经弃绝身亡 大陆当局未来打算推出好心人法 希望透过立法保障救人民众的权益 让民众安心救人 记者综合报道